我们现在很流行入秋了嘛 做一些有排骨的可能往回来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这里面喝到热粉的汤水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多样屋的 外影缤纷汤锅系列的砂锅 上面是做骨池的盖碗 上面有三个气筒 内外都有师傅手工雕花 内部呢 我们这个是拿的是2.8公升的 全部都是这种 不沾的砂锅 上面有上一层简单的釉料 然后呢 我们下方的 有做两种的弧度 所以我们可以快速帮我们加温 如果我们放在那个瓦斯炉 或者是 合金炉 都可以直接做使用 外面的漩涡纹 可以帮助整个锅子 旁边的温度加热加速 然后中间蓄热的能力很强 然后整个锅面呢 我们内部有帮我们做个内部凹陷 这个内部凹陷呢 是预防 里面的汤水在滚的时候呢 会外面溢流 这是比较害怕的 我们这上面有做一个内部的导口 所以比较不会让它外部的溢流 所以呢盖上盖子呢 我们不管是在包粥啊 还是炖肉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这个锅子来做厨房 另外呢 这边有一个 一公升长的小锅型的系列 小锅型的系列就比较适合我们做 像是 三杯鸡啊 白菜卤啊 这些比较适合浅汤水的 这做使用 然后呢 上面的凹陷度有做加深的设计 所以 你整个锅子 在上面煮的时候 它的水分 会大部分的聚集 回去到锅子里面 加热来很方便 正常我们在煮一道 把排菜类可能需要40分钟的时间 这个锅子可以加速我们加热的速度 大概30分钟以内 就可以完成一道菜 这跟你们分享一下 不是 小锅型大锅型锅底都一样 外面 辐射型的设计 中间 分享型的设计 有两种加热纹路给我们 做使用 家里面只要是瓦斯炉 黑金乳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加热 做菜都可以 然后两边的耳朵都拿起来 很漂亮 按桌面上 一锅多用 两个锅子都可以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搭配 可能你可以准备 准备两个 一个做炒汤汁的炖菜 一个做 包汤的像 我们现在很流行 入秋了嘛 做一些 排骨冬瓜汤 这类的入秋的食材 都可以做起来 可能往回来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这边喝到 热成的汤水 OK今天我给你们这套 花有缅分汤锅系列 谢谢